国际新闻 美国前警员暴力执法致死非裔男子弗洛伊德的案件终于下判 被告绍文抵触的二级和三级谋杀 以及二级过失杀人罪全部成立 法庭过后将进行量刑宣判 三项罪名叠加 绍文最高可能面临75年的刑期 消息传开以后 美国民众上街游行庆祝 欢呼正义终于得到伸张 全球屏息关注的弗洛伊德命案 经过15天的审讯后裁决终于出炉 主审法官彼得卡歇尔20号当庭宣读和确认陪审团的判决 法官批准 检方的请求禁止被告保释外出 并宣布上文的刑期将在八个星期后进行量刑宣判 被告叫后当庭上靠 由亨内平俊警察办公室收押 随着判决公诸于世 数以万计的民众涌上街头游行欢呼 情绪激动的支持者甚至喜极而泣 对弗洛伊德家人而言 正义得以伸张 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掀开了历史新篇章 这个司法结果也让绝望的家属重见曙光 弗洛伊德的弟弟费洛尼斯感觉如是正负 他说今天终于可以呼吸了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也指出 系统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的污点 随着法庭下判将是美国走向正义的一大步 许多观察家认为 这次审判裁决是美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裁决之一 因为过去警察无罪释放的可能性远大于被定罪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爸 这次审判的审判